哎呦我不行了 我今天一定要找一个能够洗澡洗漱 然后能够做饭的营地 不行了我已经四五天都没有洗漱了 嗯从哪个地方出来 从那个就是原样出来之后 到这边吧 然后都不适合洗漱 就是能让你停就不错了 然后都不敢不敢让别人看出来 这是一台那个床车 作为一个床车旅行者 到这种程度好几天不洗漱 也是感觉到好丢脸呀 这不是我本来就应该必备的一个技能吗 我现在先去上个洗手间 然后去接点水 然后一定要挪录影地了 这个录影地带不下去了 实在带不下去了 拿着这个小鱼童就接点水去 哎呦 现在这里观景很好 但是不能够就是把东西放出去 有车要走了 不走呀 不走 嗯 不是你们这种车是主要原料的行李 影响其他车会来 我们这里不停 我这怎么会影响呢 我这不就跟正常的车是一样的 是正常 但是你有行李 其他车有行李的就会来了 人家只要不在这个地方做饭 只要不在这个地方就是像人那个床 房车一样去搭帐篷干嘛的 这不就正常停车嘛 主要就是你有那个行李在上面 不是 人家有没有行李 只要不在你这个地方正常就是像别人 似的影响那个不就行了吗 我们是要逃迷在一处 其他人来了 这个车位就不够了 这个车位就不够了 你们这个地方抽一直都够 你们那个地方现在收费我清楚 但是你到一号去啊 你到一号去可以 这里是那个上滚之池的人太多了 所有时候人想车位了是这样的 等我到晚上再多吧 到一号去 到一号去 你们这个是真的 你来了 我们不允许你们这种 在这里睡觉啊什么的就不允许了 不是啊 我没有在你们这位里睡觉啊 就就一样的啊 你们在车上睡觉也是人想我们的车位 我们主要是这里的车位是要上滚之池饭的人 那这里停车的多 我真的是真的是 总要有点是人想我们其他车来了 哎是不是 你们这有什么好影响的 这车都一样 有行李就人想知道吗 哈哈哈哈 本来说是这个地方挺好的 但就是嗯就是那个什么 哈哈哈 就是反正只要上面带行李 都不让你去停在这个地方 因为另外一个地方它是收费的嘛 然后就非要让我们去收费的地方 其实我本来也就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说不再不走就不行了 因为它这个地方我知道它不太 嗯欢迎那个房车和床车 所以说呢就是 就是我这两天都不敢去做饭啊 或者干嘛的就是不敢去把东西弄出来 就是像正常的车停在那个地方一样 结果还是遭到了区别对待 哈哈哈 走了 找个地方去 找个地方去检视银水 先去加个油 太难了 我在这边 嗯 后门打开了 就是那个 工作人员都要过来 后门都不能打开 给你们看看我今天发现了什么神仙露营地 哇这个露营地真的是太好了 蓝天白云小亭子 这旁边就是一个厕所 到处都是种的小花啊什么的 关键是这个地方还能充电 我的视频刚剪出来 正在导视频呢 然后我那个还在充电呢 是不是超理想的 这个地方是去十平线的方向 经过一个一轮湖附近的一个小村落 哎就拐进来看一看 没想到不仅风景环境特别美 然后 竟然还这么人性化 我终于可以把我一个礼拜没有洗的头给洗一洗了 已经这个样子这个状态了 之前前几天过得比较压抑 然后不能做饭 不能打开后备箱 哎终于可以就是做个饭吃了 也可以洗漱一下 啊好幸福啊 这个地方清风吁吁特别的好 哎呀好久没有这么舒服了 我也感觉他可能听不懂 因为他说本地话我也听不懂 我们两个就在里边了 他这个还可以拍照照相什么 再按一下就是关掉了 这个云也太美了吧 现在我已经把米饭给煮上了 然后准备晚菜炒一炒 今天的晚饭就着落了 这个腊肉是之前买的了 然后我一直以为这种腊肉都非常能放 其实不是的放坏了 然后我把它那个表层的发霉的给它切掉了 其实没有那么能放 但是我感觉一顿还是吃不完 但是我的刀不快还是还是拉肉太硬了呀 今天这个腊肉里面的青椒都放红了 反正一样的去 刀都放到坏了 扔坏好多 我第一次把自己炒得这么干净 辣椒都给我吃光了 这个垃圾桶里面有多少分文 今天就倒出来失败了多少次 太痛苦了 我大概经历了这一年最崩溃的一天吧 那一银行不行 没了我还能放在家这一年最少的摆布